新剧《我家无南市》拍摄的如火如荼 一般演员好像车婉婉 马海伦以及徐荣这天继续开工 剧情讲述Helen姐因病卧床 要婉婉和徐荣照顾 之后引发了一连串的笑料 我中风了 中风我儿子对我很好 每一天回来替我按摩 给药给我吃 就请了他来帮忙 结果他想控制我 其实我这个人很难控制的 结果给他控制到 就是好像一个蟒兽一样 拿那个皮鞭出来 他就乖乖地听我的话 其实我就是徐荣的employee和机缘 在他的咖啡厅里面打工 然后他就是很相信我 很信任我 然后把公司啊 还有他家庭都交在我手上 然后我全部都跟他 安排得很好 徐荣和Helen姐 即晚晚都不是第一次合作 三个人默契十足 镜头前后都像一家人 而徐荣在剧中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原本我是一个经常不在家的人周围去 流浪 流浪 对 因为妈妈中风了就回来照顾妈妈 但是途中就要靠玩玩帮我手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是蛮孝顺的 在戏里面 以前没有 以前比较自由 因为妈妈活得很开心 后来妈妈中风了以后 她就很孝顺 从外国回来照顾我 因为妈妈以前是很健康又有钱 可以她也去周围去旅游 现在不能够了我要回来了 对 还有就是我本身身人也比较孝顺 更正一点是不是 知道